在这几天,我们选手在东奥的表现真的超越蓝绿 那也给台湾最近啊,就是说大家心理上可能有一些 对疫情的担心啊,烦恼,甚至大家彼此有意见不同 但是这几天应该可以说是台湾人最高兴最团结的时候 这个就是体育赛事的那种神奇的力量 那当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 体育有时候还是离不开政治 总统称呼我们的队伍为台湾队 那国民党就表达不爽,这个真的是很奇怪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不伦不类 什么叫Chinese Taipei,这个中华台北 这当然是国民党搞出来的 国民党是应该要有一种忏悔的心情才对吧 他反而来反对,我们用台湾队 当然是在1976年蒙特罗奥运会 那个时候加拿大政府不准我们用ROC 用中华民国代表队,那要用什么样的名称呢 加拿大政府讲得很清楚,请你用台湾队 就国民党不要了,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呢 那就退出比赛 这一退出来就是两届奥运 一直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 台湾在重返 但是呢,这中间的谈判 我们已经节节败退了 连要用台湾都不可得 只好拼凑出一个 全世界大概 可能只有我们自己看得懂 你如果外国媒体一般国际人士看到 没有人懂这个中华台北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国民党应该是要用一种对历史忏悔 就是有时候那种 那种一个时间的思考 一种形态的错误 那就会跟后面造成很多的麻烦 那没有关系 还好台湾选手这次的表现非常 非常让,非常好 我觉得有一点更不容易 你看我们的选手 就算他最后的成绩 不如赛前我们的预测 但仍然,我去观察几个选手的脸书 很多人涌入进去 还是鼓励加油大于批评 这个是很难得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中国选手表现不好 中国自己的小粉红都骂他骂了半死 设定选手不是被骂一个死胖子 长得太丑才会输 选手在这种压力之下 他比赛他心情会高兴吗 那过去我们的选手如果参加国际赛事 尤其像奥运 我认为他们多少也有一点压力 因为我们都会讲说 希望你有个好成绩 让世界看到台湾 那这一次我觉得很少的 比较由这个角度去看 我认为这是台湾人民 自信心的跟以前有大大不同 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自信 过去一年多来 这个世界局势有大变化 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是世界模范生 那时候是大家肯定台湾 所以台湾在过去一年多来 在国际的能见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那我这次的感觉是很多人 希望我们的选手 你去享受那个比赛过程 你知道对得起你过去辛辛苦苦训练 你对得起你自己 反而大家都是用一种 加油 而不是说你非拿什么奖牌不可 不可以辜负我们的期待 那这个的氛围 我 我在这次看出来 我觉得这个连观众都进步 连台湾人民都都进步了 对 那同时你有没有看到 中国选手表现不好 第一个骂他的就是那些 那些中国的酸民 那同时呢 没有这场东京奥运 我们不知道中国这么讨人厌 各位有没有发现全世界的媒体 就大家都讨厌死他了 尤其像离中国越近的国家 越讨厌他 这个这个是很奇怪 日本韩国像台湾等等 大家要了解 这种就是国民情感的投射 那什么是国民情感投射 就是民意 那民意就会影响你的政府施政 这个这个是民主国家的必然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 中国已经已经不再是世界的市场 或者是大家对他有一个期待的梦幻之地 习近平搞这几年 就把中国搞成全民全球公敌 尤其在这种比赛的赛事 台湾莫名其妙 几乎啦 不只台湾 任何国家只要跟中国对岛 好像全世界都在都在帮他加油 一半都希望中国输 然后然后中国的选手 中国选手贏了 那个风度也很差 反而变为变为新闻的焦点 超过这个赛事的过程 超过对于这个中国选手技术的肯定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不是有个中国选手在打打打打羽球吗 然后他只要赢了 那一球赢了他就骂个三字巾 讲脏话 讲脏话 然后路透社登他们那个举重的 那个女选手的照片 他们那个中国人还嫌人家照片登的丑 然后他骂脏话 结果中国的民众 中国的网民是鼓掌 讲的是最好听的中国话 所以现在因为今年因为都在网路上 因为没有现场观众 所以这个网友们各个国家的 这个参观者的表现 也变成了一个比较 反而就让讨厌中国的氛围 就更高了 就更高 而且很奇怪了 这个很变态了 就是只有中国的这种体育赛事 他会加入他的什么民族民族主义 那加入那种很煽动性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刻意要制造出来 对还偷戴啦啦队 中国的选手 那个体操选手 他的那个表演歌曲 竟然是用抗日歌曲 在地主国用抗日歌曲 对故意的 所以这个就是他把刻意在体育里面 加入很强烈的那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元素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世界非常特殊的 德国人得奖牌 他现在不会讲 这是德意志民族的光荣 这个我们要找回什么过去失落的东西 就中国现在神经病 你如果现在跟世界各国比赛起来 体育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是一个是一个让人愉快的竞赛 而且在这过程里面 选手跟观众都要一起享受 而不是说有一种很沉重的负担 这输了的话就成为民族罪人 运动会变漂亮 我相信他非常漂亮 透过运动身体更健康 然后我们身体有一些多巴胺 可以让你身体更加的开心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人美心也美 但是肌肉百分之七十受伤 回到那个百分之七十 那个有很大的毅力 大家先回想一下 偶尔我们晚上睡觉会抽筋 对不对 对 抽筋会不会很痛 抽筋就让你痛死了 何快是百分之七十的断裂 那是多么 我所看到的病人 这是多么痛 多么痛 甚至有考虑要达到马飞那种止痛的效果 可是他要这样克服 而且复健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复健的时候 肌肉还在恢复的时候 就要开始复健 不然会整个萎缩 复健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病人是更痛 所以我真的看着真的很感动 我真的很想掉下眼泪 也就是说他为了国家 为了他自己 更为了这个国家 把台湾带来的希望 这边他做这样的默默的付出 另外最感动是救护车 我们常常看到救护车 大部分都是民间团体 或者是有一些阿公阿嬷 八九十岁要还厌的 那比较多 很少看到这个年轻人 他以后还有他的需要的需求的时候 他不他不担心 他马上想到说要回馈给这社会 我觉得这种善的力量 真的是让我们感动 还有另外我觉得最重要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 刚才像何元提到说 他们光鲜亮背后是多少时间 在那边努力 在那边付出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支持他们